你 你要是早来半个小时 就拿到离婚证了 你就已经十字有人了 即便我拿到了 你带着父亲跟回一杯子 你做不出来 伤害别人的事 即便那个人 曾经也是安慰你 可是我是真的想帮你 我知道 我曾经确实误把秦苏当成你 这是我的错 在这一点上 秦苏也是无辜的 我应该对他负责 我们离了婚以后 我保证 可以让他今后一时无忧 但无论如何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我不希望你掺和进来 明白吗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 你还可以为别人着想 你不是也一样吗 可以 应苏 应苏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他不是情苏 你们俩狠合设计我 我吃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非 你了 你们俩太过分 我过分 你们俩才过分 你们俩瞒着我去离婚 你们俩谁才过分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给我站住 我不能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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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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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人 没有人 我不能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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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开门 你开门 开门 不能告诉你了 昨天下班了 开门 开门 你有事啊 明天再来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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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病病了 开门 不得我可报警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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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离婚 开门 我不离婚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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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没有我的话 你的生活 不会比现在更糟糕 我现在终于知道 秦苏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他心里只有他自己 我和秦苏的事 我自己会处理 你不用缠合进来 你说得对 对 我是霍智 我做不了秦苏 他做的事 都做不了 你也不需要变成他那样 有着 kamu 还要与你 妈 怎么了 她说 英素砸了人家 离婚办事处的玻璃 这 那 那她人呢 您家里这是双胞胎啊 是是是 我说女儿人在哪儿呢 别着急 人在里面呢 你们两个 得留个人在这办手续 我来办手续 小植 你待在这儿 我找英素去啊 这个要填一下 英素 你是秦英素的妹妹 对 你们最好带她去医院 检查一下 我们严重怀疑 秦英素的精神有问题 妈 英素 你怎么才来接我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 我就砸了那个 离婚办事处的玻璃 我 我也没离婚呀 我 我为什么呀 去离婚办事处啊 就是 你没事吧 英素 你不用再装了 江村今天根本就没 打算跟你离婚 我们也没有办手续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当初是你先追我的 你知道吗 你说会对我好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知道吗 我做这些 我不仅是为了我自己 我是为了你 你知道吗 我想跟你生儿子 我为了你在江家 江湖是你爸的私生女 你爸对她那么好 怎么有一天 他会强奏你的一切 你知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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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素 英素 你别吓唬她呀 英素 你怎么不相信我 你是不是 咱们先去坐一会儿 好 来 坐 慢点 喝点水吧 妈 怎么样啊 来 妈怎么样啊 医生说不敢确定 还得进一步观察 给开了一点认定药 小植啊 我看你姐这回不像是假的 还是听医生的吧 姐 你昨天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说什么了 你说 姜伯儿是江村爸爸的私生女 我不知道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不是故意听爸的电话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听的 不是故意 不是故意听爸的电话的 不是故意 快点 快点 有个人 事宁 李 李 恬 就你啦 喂 萧雅 我找到头发了 几根啊 一两根吧 那儿哪儿够啊 再找几根 那马杰打扫得太干净了 就找着这么一两根 你自己想想办法 实在不行 趁江村不注意 就两根 就 行吧 我知道了 就我 你 你不是来取衣服的 没找着啊 嗯 没找到 哦 那我帮你找吧 衣服都是我规制的 不用了 嗯 我不知道 可能搁哪儿去了 哎 你怎么来了 先生 您回来了 嗯 我 我回来拿两件衣服 之前收拾行李 走得太匆忙了 所以衣服没带够 你怎么没去医院呀 今天如此加班 我拿点东西就去医院了 你要不洗个澡吧 嗯 我是说 你看今天外面天那么热 你肯定流了一身汗 洗个澡凉快 啊 是的 啊 是的 今天外面天气是挺热的 哎 英素说得没错 你看洗个澡解法 先生啊 您哪 医院哪 公司啊 两边跑 确实是挺累的 马杰啊 这不是秦英素 她是获知 是 秦英素的孪生妹妹 别弄错了 反正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嘛 你还是挺我的 过回自己的生活 找回属于自己的人生 对不起啊 马杰 忙了你这么久 没事 不 你们两个 真的是挺像的 我一会儿还要去医院 帮我煮碗面吧 好饿 我给你煮碗馄饨吧 你不是最爱吃 我给你煮的馄饨吗 阿杰 帮我 哎 我就说嘛 从来没见过英素 哦 不是 秦英素包裹馄饨 还是霍小姐手艺好 别说 我还真的就想吃这口 那你多吃点 锅里还有呢 嗯 先生你帮你吃啊 我去收拾一下浴室 我帮你 不用 我刚才没洗澡 就洗了把脸 没什么好收拾的 我听马杰说 你最近特别累 又要去公司 又要去医院看你爸 是不是忙坏了吧 还是得谢谢你 否则我也找不到 在公司的位置 哎 这头上怎么又有点金头发呀 别闹了 什么金头发 我又不是外国人 金头发 真的 就在这儿 真的 嗯 把钱给我看看 来 您好 哎呦 哎呦 小时候挺狠啊 怎么样 金子在哪儿 好像看错了反光 说了 趁机馄饨 还能找出金头发 嗯 嗯 别找出金头发 别 别 别 好热 过去 陈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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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 我正要找你呢 你自己找上来了 是这样 福利院要修建阅读室 是我找他有事的 不重要 本来我也要找你谈谈 跟我走吧 不敢吗 不敢吗 没事 你跟霍之的关系 应该理清楚 你为什么还来找他 我担心博物会找霍之的麻烦 来看看他 你担心 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姜伯 你不要在两个女人之间 犹豫不定 这是我对你的忠告 我已经选择清楚了 不像有些人 还念念不忘霍之 你什么意思 霍之应该过自己的新生活 而新的生活里 没有你 也没有姜家的一切 也应该没有你 你放心 我会对博尔有交代的 该负责任 我会负责 你应该庆幸 霍之帮你得到的演说的机会 不然你早就被博尔提出局了 走吧 知道你要说什么 这令人说得对 事到如今 你还能盼望什么呢 你应该把宁静 还给霍之 他有他的人生 而你 也有你的人生 疼 recoil 她的 video riv醒 还有个人 всего 啊 女人是吵架的 呀 什么åand 嚇死我了 我還以為你們會吵起來呢 找我什麼事啊 我找你也沒什麼正事 擔心你唄 我跟博兒說的真相 我不想隱瞞他 但想想博兒的脾氣 我怕他找你麻煩 你做得對 你們兩個人相愛 就應該相互坦誠 看來他沒找你麻煩 不用擔心我 倒是你應該擔心博兒 江家最近也許會麻煩不斷的 你怎麼知道 是這樣 江村在公司裡 不是搶了博兒的風頭嗎 這兄妹之間難免有隔閡 博兒又這麼任性 還有 江叔我現在還在醫院裡 江家的造型事還不夠多嗎 我指認 你是不是太關心江家了 我 我有嗎 沒有 有嗎 是的 Det